美国澳大利亚等12国达成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后 日本和韩国等国领导人纷纷就此发表谈话 日本是协议的参加国之一 首相安倍晋三10月6日在记者会上说 亚太新世纪的序幕终于拉开 在日本和美国的领导下 我们同享有自由民主基本人权和法治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一起 昨天达成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议的基本协议 这一协议将推动形成亚太区自由与繁荣的海洋 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 TPP协定是当前亚太地区重要的自贸协议之一 中方对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 有助于促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建设 均持开放态度 安倍晋三表示 从根本上讲 TPP将在经济领域中强化法治 深化共同价值观国家 在符合新世代规则的基础上的相互依存关系 假如中国未来加入这样一个体系 将是对日本安全以及亚太地区稳定的一个极大贡献 我相信从战略角度出发 此举意义重大 韩国目前不是TPP参加国 不过韩国外交通商部发言人鲁光毅表示 韩国将考虑加入类似TPP的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 TPP文本公布之后 韩国政府将仔细分析这项协定对韩国经济的影响 在分析的基础之上 韩国政府将履行通常的既定程序 其中包括举行公听会 向国民议会报告 最后决定政府的态度 韩国表示 只要能够将国家利益最大化 韩国就将积极考虑参与TPP等地区多边经济一体化架构 越南工商部部长伍辉煌目前表示 越南是12个TPP国家之一 是这一群体当中的次发达国家 但是我们认为 我们将会克服一切困难 履行我们的义务和权利 目前参加跨太平洋经济合作伙伴协定的12国是 美国 澳大利亚 文莱 加拿大 智利 日本 马来西亚 墨西哥 新西兰 秘鲁 新加坡以及越南 美国之音 BOA卫视新闻报道